各位各位記者大家好 我拿了獎者卡幾年了 就三十幾年 三十幾四十年了 托賴 沒病 我教一些經驗給大家 第一樣就是 上年紀最重要不要說沒有記性 沒有記性很亂俊 在家裏就做一個方法 很簡單的 你坐著做 教大家看著 大家伸手上來 手指公 手指尾 一隻手 手指公 手指尾 一隻手指公 一隻手指 手指尾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這樣一隻隻 一隻手一隻 一隻手指公 一隻手指尾 一隻手 你錯了 你兩隻 不是這樣 一隻手就手指公伸出來 一隻 一隻手指尾 每隻手指尾 每隻手指尾 每隻手指一隻手指尾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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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知道自己原来的脑子不听话 你不听话 你的脑子原来的记忆不够了 现在你回去慢慢坐在那里 在家里练回它 变到 变到你的脑子就不会没有记性 你不听话 你变 再变一次给大家看看 你可能变十下 看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立刻变 你左右脑子先开回来 你不做 你不试过 我刚才就不知道自己原来有些东西已经不靓了 原来不听话 那你弄回听话 做到的 每个人做到的 有些人慢慢坐着就没有做呢 你坐着坐着你就听话回 那头脑清醒 打麻醉少点吃炸糊 又少点走鸡 有些人要记得回 好 第二个动作 又是手指 就是我心肝脾肺神呢 去走回 那大小便 唱通啊 又好睡啊 消化又好啊 没有胃病的 又是转手指 看着 手指呢 那头脑是24153 有数据的 第二只手指开始 看着 五只手指碰住 先转第二只 那转 跟着反过来转 那第二只 由第二只开始 那第四只呢 那四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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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但很多人转不到的 原来呢 你又是不听话 原来发过自己很多 不听话 好 第一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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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四只手指碰住 第一只呢 那容易点了 那你就有空转 第一了 第五只呢 又容易点了 第五只呢 其他四只手指碰住 转第五只呢 又转回来转 第三只呢 又轮盡点了 那我们的手指直的 第一只呢 第一只呢 第三只呢 二四一五三 那我们古代呢 就十指年深的 那你走回去呢 就影响你 整个心肝脾肺肾的循环呢 就正常了 是三千多年前 我们在古印度呢 留下的功法来的 是吧 好 那我说完这两个 呃 再教大家一个 我们上年纪呢 最怕呢 就是爆血管 血压高 一爆出呢 就麻烦 躺在那里呢 就很大件事 第二呢 血压低又会坏 那我们有个功法呢 就是台湾啊 李鳳山师傅的 是以前他是掌经国的保镖 来的 掌介石的儿子 就是掌经国的保镖 他呢 就传了出来 那一个平立功 那叫他示范给大家看 第五下蹲一蹲的东西 很简单的家里做 站在那里做给大家看 这个功法不是我发明的 就是李鳳山师傅的台湾 仔五下蹲一蹲 喂 你不是要蹲一蹲 那样呢就是 那样呢就是 那只手呢 不用用力撥下去 让他自己跌下去 跌下去自己弹上来 但记住 就是第五下呢就蹲蹲下 蹲蹲蹲 蹲蹲 他说不用蹲多 你求别蹲蹲就可以了 那血压高的呢 就会低回 那低的人呢就会高回 和你调整一下最好的度数 在家里做十分八分钟 之后做 随时做也可以的 不限时间 好 最后一个 就拍脚弓了 拍脚弓呢 阿邵逸夫呢 阿邵逸夫呢 这么长病一百年多岁 那希望大家 不要说赢阿邵老大 一百都算了 收工了 那又要练这个了 那他就是阿邵逸夫练的 那 找个杂志 或者找个豉油漿 找条毛巾包住 佔在枕头 佔在后枕那里 躺在那里做的 但就不用力的 那一招 那一招呢 那一招呢 就是我脚肘要碰住 就不用力的 就像打针子 那样撞了就行的了 脚肘碰住 那一招 脚肘碰住 拍上去 脚肘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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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拍十分百分钟 能够拍久一点 这个有什么好呢 你有腰骨痛啊 脚无力啊 或者 要将近坐轮椅 走不了 你用这个呢 你就不用人负了 他将你整个 脚部的器物呢 全部通翻了 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我刚才所说呢 就对大家身体有关系的 好吧 但是呢 我们有很多病呢 就是有心理影响的 我们几十岁人呢 有很多恩怨情受 自己得罪又有 被人得罪又有 被人阴又有 那些臭小子借钱不难又有 是不是 那你就记住呢 就不开心 所以呢 一定要全部 将这些不开心的 呢 放下 那有些不开心的 走来 你就立刻 找一些自己 喜欢听的歌 听 或者看书 唯一搞些 另一样东西 主义事先 因为呢 你恋个人恋十几年 就不对了 他不知道你恋他 那就是很老陈的 他又不知你恋 你就无端恋十几年 想一想恋 想一想恋 那就自己恋自己老陈 所以呢 就要放下的 那些子女啊 有些不适合身水 又正常 每一个时代呢 大家那个 看的世界都不同 总之 你这些恩怨情仇呢 最认真要放下 放下 放下呢 找些事情忙一下 做其他事情 或者找些朋友 聊聊聊天 就不要让他那些 前层往事走出来 否则呢 有一样东西麻烦 否则呢 想不到我们八年龟老呢 你带着个不开心的心境呢 你呢 记住这些恩怨情仇呢 他影响你投胎呢 如果你要投胎 去那些有钱的家人家 去不了 去那非洲 那些麻烦了 所以呢 就制不过的 所以一定要开心的 啊 去了那些贵州啊 没有饭吃啊 出世要加甜啊 死人啊 所以我们看第二世都要好 那最重要呢 就是身境要好 那今天为什么 我会来 每次啊 肥仔咬 我们都要来 和大家见面结缘呢 因为我们人呢 由一出世呢 就要人照顾的 自己暴力的 连喝奶都要 要妈妈抱去喝的 自己不懂得搵食的 人是不懂得搵食的 那些猫狗 雀仔 蚁蜜蜂呢 都懂得搵食 弄个豆的 人是不懂的 要由头渴过的 那我们由出世到十几岁呢 都要人照顾的 对不对 好啊 到我们临老呢 又是要人照顾的啊 走路又没力 又没记性 或者有些病 或者眼睛又无耳又聋 就是说呢 我们人呢 出世头尾都要人照顾 那今天小弟 还可以健康 是不是应该将它 去回报给社会呢 我受个人不照顾 我应该要 将一些知识 或者有多余的资源呢 要回收回社会 要照回社会 就是我们今天来的理由 还有将一些 还有人呢 才有能力将一些知识 经验教给人的 你家里的猫狗呢 就不可以将那个知识 和经验呢 教给人的 教给一些其他的动物 所以我们做呢 是应该要做的 人才可以传播知识 和传播学问 好多谢郎毓文先生 每次呢 都有机会给我们 来和大家聊聊聊 交流一些生意 希望大家 今世就做香港人 来世呢 做一些大富商的人 有机会 千万不要生气 不要影响自己 另外 早上起床 找一找 首先下床 看着 早上起床 被落床之前呢 找三十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孩子 大家看到我们的孩子 一出生呢 他什么都不懂做 他只懂得抓手 和撑脚 那我们年多大呢 就拿回孩子的那种动力出来 就是说 再用孩子的那种动力 你就可以身体很多功能 开翻的 他是个天教他抓手的 孩子 你们记得 小孩一出生就抓手 好了 接着呢 撑他就撑三十下 撑他就撑三十下 那你呢 才下床 你就不会头暈 还有你的身体和神经 全部醒了 就说不用钱了 如果你不做 又帮你不到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